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想说一说三亚宰客们引起的反思 讨论之前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2012年1月28号 微博实名认证用户罗迪发布微博称 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 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 他说是被出租车推荐的 临坐一哥们指着池里一条大鱼刚问架 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衰晕 一称11斤 每斤580元 共6000多元 这位顾客刚想说理出来几个东北大汉 他只好收声认哉 该微博发布后引起网友的热议 一些网友纷纷转帖并留言称自己也遭遇过类似情况 截至29号下午6点30分 这条微博在网上已被转发4万多次 1月29号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在其官方微博上 就此事做出回应称 已找到该海鲜店富林渔村海鲜排档 并勒令其停业整顿 不过并未找到罗迪朋友高先生 在此海鲜店消费的单据 但是由此引发的被载经历爆料 却并没有停止 更多网友晒出自己被载的经过 29号下午 罗迪再次发微博表示 没想到这个帖子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反响 作为海南人 他是恨其不争 目前这条微博已被删除 可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又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消息 今年春节黄金周 在食品卫生 诚信经营等方面 三亚没有接到一个投诉和举报电话 说明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 良好 这样的零投诉统计数据 不仅引起一些网友的不解和不满 1月30号下午5点左右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在官方微博上 公布了2012年1月22号到28号期间 12315接到的消费投诉数据 其中申诉举报电话70个 受理申诉举报43件 普通餐饮8件 普通购物13件 普通服务16件 其他类型投诉5件 挽回经济损失1.6万多元 海鲜排档水果零投诉 最后表示 之前零投诉是表述有误 是工作失误 1月31号 三亚工商局办公室主任傅念国说 目前发微博反映此事的罗迪和微博中提及的消费者高先生 都无法取得联系 他表示 一旦取得了确凿的证据 证明 复林渔村存在欺客载客行为 三亚市工商局将按照一次性死亡原则从严处罚 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但傅念国同时表示 若一直没有确切证据 复林渔村经营者有权要求恢复营业 一边 三亚呼吁当事人站出来配合调查 但这边当事人却手机关机玩起了失踪 在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春节黄金周旅游接待工作媒体通报会上 有关人士表示 会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依法追究责任 他们也将继续跟进此事 做好善后工作 昨天2月1号 三亚市委市政府举行了媒体见面会 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江思县公开致歉 江思县说 这次事件反映出 在三亚旅游市场确实存在一些害群芝麻 他表示 对这些害群芝麻将坚持零容忍的态度 严肃查处 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都市记者石伟峰报道